在越南有个巨大洞穴。洞穴里面生态丰富,有河流、湖泊甚至还有森林。连洞穴考察小组都走不完。甚至表示这巨大洞穴可能有着五百万年的历史。 越南的韩松洞,位于越南风崖者榜国家公园。是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单体洞穴走廊。一名澳洲摄影师John Spice在这巨大洞穴生活了数周之久。拍下了许多照片,当中可看见自然界那鬼斧神宫的景色。让人不禁赞叹这美丽的景色。 在韩松洞形成于两百万年approximately五百万年前。因流水侵蚀地底的石灰岩,导致山中顶部石块塌陷。因而形成了这巨大的内部空间。 偶时会有仰光映入洞穴。进入洞穴的探险者们便有幸目睹这复杂的内部结构。在这天然的巨大洞穴,自然资源相当丰富,有湖泊、河流和茂密的森林。 光是考察这些,音乐联合的考察小组就花了六个小时。穿越丛林才来到洞穴里。 韩松洞长5.5英里8,855公尺,宽650英尺,198公尺。高超过150公尺,是世界上最大的洞穴。 洞穴仍然不断在扩展。洞穴大小可以放下飞机,可以建造40层的高楼。 韩松洞位于安南山外,在这几百万年来一直处于越南中部的偏远地区。直至1991年,有位当地农民为了躲避暴风雪。 因而发现了韩松洞,入内避难度过,但在这之后他却再也找不着这山洞。 在2009年,英国洞穴探险队在他的协助下,最终顺利找到了韩松洞。 如此巨大的洞穴,有史以来前所未见,还有人深信是这神秘的洞穴,很有可能就存在着通往地心世界的通道。 洞穴中形成的小洞穴,由岩石溶解而成,将其称之为溶洞。 一般溶洞的的溶剂都是含有二氧化碳的地下水或雨水碳酸。 当时灰岩的碳酸钙遇上碳酸,便会产生易融的碳酸氢钙。 再融有碳酸氢钙的水预热,压强变小。 碳酸氢钙就会分解,重新生成碳酸钙。 有的沉积在洞顶,有的则沉积在洞顶,便形成了中乳石与石笋。